欢迎回来 人民币在制造的过程当中 因为种种原因 可能会产生出极少量的错版币 首先明确 错币是不能流通使用的 但是它却成为收藏市场上的一个门类 还挺热门 据说一些特别的品种 可以卖到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 于是 它也成了一些不法分子寄予的目标 今天上午 无奇是新区法院 就审理了一起 利用错版人民币进行诈骗的案件 郭某今年三十多岁 在安徽老家 一直游手好闲 没个正经营生 眼看亲戚朋友都娶妻生子了 自己还打着光棍 心里很不是个滋味 去年年底独有小刘 找到了郭某 说有个好买卖 问他愿不愿意跟着干 他说出来玩一玩 转转 买了八千多块钱 加一个手机 手机打了一千多块 一共一万块钱 小刘的这一档子买卖 原来就是个骗局 围绕着一张错版人民币展开 小刘事先在家中用刀片 将一元人民币上的大写原字 割下来 然后倒粘在原来位置上 刨制成错版的模样 拿着这张所谓的错版币 郭某就驾车 带着刘某来到了 沪宁高速的服务区 唱起了双簧 郭某去找人 然后就看那个哪个比较好骗 然后就是看到一个人 然后就故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